俄国史演绎 主编 张连芳 作者 葛新生 播讲 夏秋年 第五回 夏 舒伊斯基设政专权 伊凡四世加冕当政 时机终于来了 伊凡加冕后的第五个月 莫斯科发生了一场大火 正值盛夏 九汉未雨 火势凶猛 两万多间房屋被毁 一千七百人被烧死 八万多人无家可归 大火断绝了莫斯科城的粮园 饥饿和疾病笼罩着全城 无家可归的市民们 在废墟中游来荡去 将怨恨都集中到格林斯基家族 集结起来的市民 冲进了克里姆林宫 要求把格林斯基家族 交由他们处置 愤怒的市民 在圣母升天大教堂 找到伊凡的旧父 尤里格林斯基 把他拖到广场 当即用石头把他砸死 然后市民把格林斯基家族的宅邸 洗劫一空 被杀者不计其数 沙皇伊凡一看大势不好 便带着卫队逃到莫斯科附近的 沃罗布约沃村 也就是现在的列宁山上 群众接着也赶到这里 要求交出纵火凶手安娜和米哈伊尔 他们指控说 大火灾是沙皇外祖母安娜格林斯卡亚施展的魔法 是他把一些百姓的心挖出 浸泡在水中 结果新变作喜鹊飞到天空 将血水洒向全城 引起大火 面对怒不可遏的群众 伊凡第一次发现 他对自己潜力的估计 与现实竟有着惊人的差距 以前他骑马践踏集市人群时 看到的是人们的惊恐 在喜庆的节日里是温顺的笑脸 他曾相信他的权力无限 他可以为所欲为 如今他面对的却是揭竿而起 不畏强暴的百姓 一贯草菅人命 从未受治的一凡四世 生平第一次要考虑自身及近亲的安全 沙皇出来 指天发誓说 格林斯基家族的人不在沃罗布约沃村 群众听信了沙皇的保证 自动散去 骚动终于平息了 莫斯科起义事件 迫使伊凡四世把格林斯基兄弟驱逐出杜马 米哈伊尔不敢返回莫斯科 在逃往立陶宛的途中被抓获 为平民愤 伊凡隔去了他御马舰的职务 将其流放 莫斯科的起义 结束了大贵族当政时期 为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伊凡考虑对各种与国家权力有关的规章制度进行改革 也就在这一时期 一些新型封地贵族的政论家提出了全面改革俄罗斯国体的方案 伊凡谢苗诺维奇 比列斯维托夫是当时最引人瞩目的政论家之一 他是立陶宛人 出身于一个小贵族家庭 在来到俄罗斯之前几乎周游了整个东南欧 幸存的监护者尤里耶夫从监狱被放出来之后 在莫斯科仍很有影响 他了解到比列斯维托夫主张用马其顿式的顿改善莫斯科骑兵装备的设想后 对他十分重视 在尤里耶夫的支持下 比列斯维托夫曾经有所作为 尤里耶夫被舒伊斯基迫害之后 比列斯维托夫曾一度消沉 他作为一个冷眼旁观者 认识到大贵族的统治时期的种种弊端 他认为这些弊端将会给莫斯科公国造成父王的危险 比列斯维托夫经过多年的穷困潦倒之后 终于看到了改革的有利时机 他在自己的著述中采用寓意的手法 描绘了建立在希腊王国废墟上的奥斯曼帝国 他认为奥斯曼帝国是具有至高权力的贵族君主政体的理想典范 他断言拜占庭帝国王在那般保持中日无所用心的达官显贵手中 奥斯曼帝国之所以欣欣向荣 全得利于他的武士 正因为依靠了这些忠诚的武士 穆罕默德才势力强盛 威震四方 他接着进一步告诫伊凡四世 判断一个人的行为应该根据其是否诚实 上帝尊重的不是信仰 而是诚实 不限制豪门权贵的政治权利 不广泛吸收封地贵族参政 义政 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就无法进行改革 比列斯维托夫的这些言论 受到了大贵族们的记恨 但却受到了伊凡四世的青睐 1549年初 沙皇委托科斯特罗马的封地贵族 阿列克塞阿达舍夫 组成新的政府集团 史称众臣拉达 众臣拉达的核心人物 除了阿达舍夫之外 还有两个人 一个是牧师西里维斯特 另一个是安德烈库尔布斯基 他们三个人辅佐年轻的沙皇进行改革 且说西里维斯特这人 他出生于诺夫哥罗德的一个不太富裕的神父家庭 受父亲的影响而选择了神职 他从诺夫哥罗德迁居莫斯科之后 在克里姆林宫的报喜节大教堂 谋取了一个职位 他与那些贪得无厌 爱钱如命 中日罪瘾的神职人员不同 对功名毫无兴趣 平时只爱静心阅读 他有一间相当不错的藏书室 他编写了一部著名的《志佳格言》 形式上是对其子安非母的训诫 实际上是针对年轻的沙皇的 因为伊凡四是自小缺乏系统和严格的教育 《志佳格言》对伊凡四是上教堂 忏悔 做祈祷 起居 旅行等 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沙皇对此一时难以适应 他不止一次的抱怨说 在希里维斯特的约束下 甚至在一些生活琐事上 如穿鞋 睡觉 也不容我有丝毫自由 一切都得按照《志佳格言》的条文形式 我简直成了一个婴儿 在莫斯科大火之后 伊凡则成神父 修复被大火烧坏的 克里姆林宫各个教堂的壁画 希里维斯特从诺夫哥罗德 请来了画师 在金殿四壁 绘上了各种劝愈性的壁画 画上的伊凡四是 时而被描绘成是公正的法官 时而是强悍的武士 时而是正向乞丐 施舍银钱的慷慨执政者 希里维斯特的目的很清楚 他力图通过壁画来影响伊凡 希里维斯特的功夫没有白费 他点燃了伊凡心灵中的宗教热忱 使得这位年轻的沙皇对宗教的感情 不久便发展到痴迷的程度 他虔诚地履行着所有宗教仪式 有时由于精神极度专注 甚至还产生幻觉 伊凡成了教会改革的积极参与者 2月27日仲臣拉达召开了协调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大贵族 司书 高级僧侣 莫斯科封地贵族的代表 会议的议题是改革和编撰新法典 这就是俄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晋深会议 从这时候起 国家一切重大决策都要经过晋深会议同意 取得各等级代表的认可 这一会议的召开 标志着俄国等级代表君主制的确立 会上 伊凡四世指责大贵族利用了他的年轻而滥用职权 正式宣布 受命希里维斯特编转法典 解除大贵族的城镇司法权 规定今后一切案件由沙皇法庭审理 封地贵族在法律上 享有与大贵族同样的地位 希里维斯特工作很耐力 一年之后便把新法典提交杜马批准 法典强调了中央集权 限制了各地总督的权力 重申了农民在尤里日的出走权 所谓尤里日是俄历的11月26日 瓦西里三世在1497年曾颁布法令 规定每年的尤里耶夫节 及尤里日前后各一个星期 农民才可以离开本家地主 但新法规定增加居住费的数额 随后阿达舍夫还进行了军事改革 暂时停止实行门第制度 军官一律服从中央兵团第一统帅 为守卫京城莫斯科的需要 建立了一支使用火器的射击军 而有别于一般的军队 他们可以携带家属 一面执行武装任务 一面经营小手工业和商业 伊凡四世从射击军中挑选了三千人 组成私人卫队 驻扎在沃罗布约沃村 阿达舍夫在实施国内改革的同时 还草拟了一个扩疆掠土的政策 目标首先对准了喀山韩国 喀山韩国原是蒙古人在15世纪中叶建立起来的封建国家 轮番被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和莫斯科公国所控制 在喀山韩国统治阶级中 存在着莫斯科派和克里米亚派 伊凡四世第一次远征喀山 虽然濒临城下 但未攻城 可城内莫斯科派却借是将克里米亚派萨法格来赶下了台 拥立亲莫斯科的沙赫阿里为喀山韩 但阿里韩位尚未作热 就被赶了下去 克里米亚韩国和诺盖藏联军占领了喀山 萨法格来重登韩位 伊凡四世闻讯卷土重来 当俄军渡过福尔加河时 天气突然转暖 大炮陷进冰河里 被迫终止进军 第二年又组织了第三次远征 这次却遇到狂风暴雨 遍地泥泞 资重无法推进 伊凡四世在喀山城下待了近半个月 后援不济 只得拜幸而归 第四回 伊凡变得聪明起来 他首先在离喀山不远的地方 即斯维亚加河流入福尔加河河口附近 修建了斯维亚日斯克城堡 在这里屯兵积粮 以此作为进攻喀山的强大基地 斯维亚日斯克城堡的建立 使喀山人胆战心惊 莫斯科派又神奇了起来 提出由沙皇总督来代替喀的主张 许多贵族逃向斯维亚日斯克 城内群众掀起了反对 克里米亚人的起义 克里米亚人不得已逃离喀山 途中被俄军截获 押往莫斯科后处决 沙赫阿里重登喀山寒位 同意将福尔加河右岸 连同斯维亚日斯克 一并化归俄国 答应移交俘虏 其中60万人送交斯维亚日斯克 俄国对喀山的控制 引起了土耳其和克里米亚韩国的极力反对 克里米亚派离应外合 推翻了阿里 伊凡四世立刻任命斯一米库林斯基 前往喀山就任总督 克里米亚派趁韩位空缺 紧闭城门 拒绝米库林斯基进城 并把阿斯特拉罕韩雅吉加尔 请来喀山 企图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和克里米亚韩国的援助下 同俄国开战 伊凡四世亲率15万大军向喀山进军 克里米亚韩杰夫列特格莱 立即出兵攻打图拉 莫斯科大军把克里米亚人驱逐出占领地区之后 便挥师东进 8月底 俄军包围了喀山 用150门重炮轰击木墙 他们对着王宫的正门建立了一座高达15公尺的三层工程炮塔 大炮向全城进行了毁灭性的轰击 爆破手围绕城堡挖了一道深沟 炸毁了供应全城的水井 喀山城终于陷落 在喀山攻坚战中 大将亚历山大戈尔巴蒂攻继卓著 在围城的头几天 一支人数众多的蒙古人在城外活动 不断袭击骚扰俄军兵营 戈尔巴蒂将他们引入陷阱 予以全歼 可是伊凡四世在这次作战中表现的却不是很成熟 他在围攻的头几天热情洋溢地参与了军队的部署 精神兴奋地在蒙古人城堡周围昼夜巡视 并驻扎在离城堡一额里处 然而在总宫那天 伊凡却在随军教堂做祈祷 统领们曾两次派人来告诉沙皇该上马了 但沙皇却大发雷霆 说是打断了他 刚才他在祈祷时 已经听到了京城西蒙诺夫修道院的终生 最后当沙皇进底城下时 城上已到处飘扬着俄罗斯的京旗 征战结束后 伊凡四世决定返回莫斯科 手下几位战将奉劝年轻的皇帝 冬季不要撤离占领地 为的是要彻底征服他 等局势稳定后再走 然而沙皇根本听不进去 他急于启程回莫斯科 沙皇匆忙离开部队 静置返回莫斯科的原因 是皇后即将分娩 他急于体验出为人妇的感觉 他想见见自己的继承人的模样 胜利者凯旋而归 受到了隆重的欢迎 伊凡四世全副戎装 在威风凛凛的侍卫 前呼后拥下 骑马向莫斯科城进发 人群恭候在城郊的田野上 然后陪送他 直抵克里姆林宫大门 一路上 老老少少高声欢呼 欢呼声震耳欲聋 这正是纵使英雄多豪情 亦有一片儿女心 毕竟伊凡之子如何模样 细听下回分解 继续